主内平安 现在让我们听一位圣人的故事 向他学习如何爱主爱人 9月16日 圣高尔内略教宗殉道 和圣西比联主教殉道 Saint Cornelius and Saint Cyprian 高尔内略于罗马教难期间 继任了致命教宗圣伐彼岸 这是由于罗马皇帝 谭西安疯狂迫害圣教 导致圣职人员朝不保夕 教会元首随时面临致命的危险 当时 非洲教会人士 对叛教分子悔罪后 因采取的态度分成两派 一派主张宽大 另一派则主张审慎处理 高尔内略以教宗的地位 宣布教会有权赦免叛教者的罪 他的主张获得西比联 和非洲其他主教热烈拥护 西比联是高尔内略教宗 最得力的助手 协助教宗攻伐诺威森派异端 后来各地主教在罗马举行会议 宣布诺威森的意见是异端 诺威森和其众弟子均被开除教籍 公元253年起 教难更加激烈 高尔内略最后被放逐受苦 那时西比联写信给教宗 祝福他有福为基督受苦 说 整个罗马教会一心一德 坚守信道 这就是当年圣保禄宗徒 所称赞的信德 并在信里对教宗说 无论我们二人哪一个先致命 我们应当热切祈求上主 保佑我们的兄弟姐妹 西比联忠心耿耿 拥护教宗高尔内略 他和亚历山大里亚主教 圣迪奥尼薛二人 联合全体东方主教 声明效忠教宗 圣高尔内略于公元253年 6月23日致命 他的死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他被斩首 另一个说法是 他是死于牢狱中 高尔内略教宗的牧师墙上 会有西比联主教的画像 二人的占理 都是在9月16日举行 西比联是第三世纪的著名圣人 在非洲教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天资聪明过人 精通文学 西比联领受了夺品圣职 公元248年起 荣任迦太基主教 西比联就任后仅一年 就被迫由迦太基撤退 占领别地 以通讯方法 与本城的教友保持联络 鼓励众人坚守信道 他说 我在神世中听到一个神秘的声音 对我说 你求什么 就会得到什么 我们大家求吧 求天主赏赐我们 在信德的基础上 永远团结一体 永不背弃真道 西比联也告诉教友 天主向他启示 教难是战时的 圣教不久将享受平安 西比联也常说 不要让你的钱 白白放在箱里 快些拿出来做善举 钱财 原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们假如 好好地用在慈善事业内 将来在天国 获得百倍的赏报 圣人除了乐善好施之外 为人光明磊落 守道不阿 享誉之龙 在非洲教会 守屈夜指 公元258年 西比联被斩首致命 教友们当夜点着火炬 高唱圣歌 将他的遗体 抬往墓地 安葬 谢谢您的聆听 愿上主祝福您 平安 喜乐